一声响罗下,载着福尔摩沙卫星5号的卡车缓缓驶出国家太空中心,准备启程至桃园国际机场,沿途警车护卫,搭乘台湾时间19日23点50分的华航货机赴美国洛杉矶,预计下月25日在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由SpaceX猎鹰9号的火箭发射升空。 国家太空中心19日举行欢送福尉5号的起运仪式,对于历经六年的时光终于启程,太空中心主任张贵祥致辞时一度哽咽。 我还是要感谢所有太空中心的通人,在五六年里,还有他们所做的一切, 那我想,我只能说感谢,再感谢,那我想后面还有非常多的挑战,我也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来完成。 造价近12.57亿元人民币的福尉5号,是台湾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摇测卫星,延续福尉2号的任务,除可提供2米黑白与4米彩色的影像外, 也携带一个先进电离层探测仪器,进行太空电离层的科学实验。 科技部次长苏芳庆表示,福尉5号是台湾在太空科技上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大家很关切的一个国土保持,到环境卫生,到整个一个国土流失,实际上有很大的一个应用层面的, 那这个福尉5号卫星的发射,实际上可以充分的应用到相关的一个民生跟全民的物质的一个应用上。 负责装载福尉5号的华厨公司表示,卫星出发前非常审慎评估飞行计划, 避免遇到乱流区域,飞航组员也在模拟机进行飞航演练, 希望航机在地面滑行、起飞和降落时能够将震动系数降到最低。 华厨货运处副总经理刘德源说, 整个来说,这次我们算是几个华航集团的资源, 以最高规格、最细腻的态度来处理这次五种的任务。 福尉自2015年10月底完全做好升空准备后,却延迟发射了多次, 但太空中心陈维军组长表示, 期间从未在发射前75天收到SpaceX的正式通知, 所以并不算是延迟。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